为了因应东海还有南海局势 总统马英九首次搭乘了云豹装甲车 前往大职的国家政军指挥中心 参与兵推演习 推演在上午7点钟开始进行 而且到下午的5点半 参演单位包括了总统府 国安会还有国安局 行政院以及相关部会 总统在国安会秘书长袁建生 以及总统府秘书长杨敬天的陪同之下 步出总统府 并且搭上由国人自治的云豹装甲车 前往国家政军指挥中心 由于这次兵推是第一次 以东海南海发生军事冲突为想象 而马总统搭乘这个云豹甲车 就是模拟台湾遭到突击之后 针对特勤单位保护总统 进入原山指挥所的万军计划进行验证 而各部会首长也会在同一时间 和马总统进入指挥所展开兵推演习